台湾乒乓球选手江洪杰和太太福元爱 一向热心公益 他们更连续两年 会邀担任一个慈善基金会的代言人 这天他们就结伴出席一个活动 呼吁大家关注和帮助 烧烧毁荣的小朋友 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也有小孩 所以当然会用同理心去对待这些小朋友 自己当妈妈爸爸之后 就是看到小孩子的时候跟以前还是不一样的 自己当爸爸妈妈之后才知道父母的心源来是这样 真的如果是我们可以支持他们 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东西的话 这非常非常的荣幸 我跟小杰就是一直讨论 就是那边就是福建的地方 我们如果是送一张球台的话会怎么样 但是又怕就是因为做球台很大嘛 所以就是想设计一个比较小一点的 然后就是收起来也方便 然后凭水可以搞不好吃饭也可以用的 那种的我们可以设计的球台 然后就是大家送给他们 江洪杰和福元爱特地去学习 怎样为烧伤的小朋友做疤痕按摩 非常有爱心 除此之外 福元爱更剪了一头留了三年多的长发 将头发捐给因癌症治疗而脱发的小朋友 第一下是小杰下手的 你下手的 剪他剪头发的时候是我下手的 就是把 应该是说 把刑事把他头发分成好几束 然后我一刀一刀把它剪掉 所以是 我应该也算是 也有功劳吧 当初决定要留场也是因为这个用途吗 刚开始留场我原本是 我自己当选手的时候是长发 对 因为有一次比赛打得非常好 然后就不舍得剪了 因为比较迷信嘛 然后就刚好留留了 然后我就怀孕胃奶的时候 我都没有染头发 烫头发什么都没有 就刚好那个时候知道就是捐发的事情 然后我以前当球员的时候 然后我也是经常去看就是癌症的小朋友 心占病的小朋友 所以我想说能不能帮到他们这样子 江洪杰不单是乒乓球选手 接下来还多了一个身份 就是球馆老板兼乒乓球教练 刚才小杰有讲说就是有在规划球馆 有可以分享一下进度现在到哪里 我现在是在高雄嘛 现在在装潢设计的部分 但近期我们也有在 已经要规划在台北也想做一间球馆 你以前受访的时候有提到说 觉得自己心态软 可能当不了教练 那现在如果要到球馆当教练的话 已经有做好心 什么样的心态准备了 我是陪练 陪练 小杰才是教练 没有没有 我们球馆应该算是 不是这么严格的教育孩子说 你一定要变成很厉害的选手 或是一定要 要赢球 我们的营造气氛是比较 让大家可以开心快乐 然后 享受这个运动 对 然后有纪律的一个场所